像你年輕一代你怎麼看 年輕的時候你接觸的 你接觸大陸的 你一定有去過大陸 那你看到的跟育老的感受 有什麼不同 你認不認為大陸的 的確是不民主 那個不民主有沒有一些 跟台灣是基於歷史文化體制 不同而產生的 我覺得我們在台灣 因為過去六七十年來 這樣的一個不同的制度 然後台灣又接受美式價值 根深蒂固 所以我們對於所謂民主的定義 其實非常狹窄 我們認為的民主 不要講說是西方民主 甚至是美國式的民主 所以台灣其實連對內閣制 對歐洲的那種民主都不太熟悉 那麼我與其覺得說 大陸就是不民主或不自由或如何 大陸它是它有它自己的一套 他們說叫做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 那麼你又說法治來講的話 最近我看到一份報告 也是蔡英文在雙十國慶的文告 有引用的叫做 世界經濟論壇的一個報告 那個報告認為台灣的產業創新力很強 但同時那一份報告也認為 大陸的司法獨立還高於台灣 我還很驚訝 我說這個世界經濟論壇怎麼會這麼認知 可見法治是法治 法治本身和它的政治制度 民主制度的相同或不同 是沒有關聯的 所以大陸它在它對司法審判 它還是在這十幾年來 它建立了一套它的司法 所以它講這個依法治國 然後一切都要有個法律依據 那相對來講反而台灣 比如說剛剛我們談到的國安法的案子來說 如果今天民進黨公開講 我們就是要戒嚴 或者說我們就是要恢復動員勘亂 我們就認定台灣現在是獨立了 所以不能有任何統一的言論或行為 那也是一個做法 你把法律直接講明白啊 但是民進黨又不這麼做 而且我們的憲法到今天還說我們要統一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台灣 反而沒有真正的依法行政 那我周遭的很多年輕朋友 他們會覺得就是像剛剛我提到的 哪裡有機會往哪裡去 那認為說好像現在台灣一直都是原地踏步 越來越是往下坡了 所以如果對岸的在他們口中 所謂中國有機會 那我們也去 如果說今天大家覺得大陸沒有法治 大陸沒有民主自由 那為什麼那麼多人又覺得說 大陸有機會我就可以去發展呢 那西方的很多國家在看待很多事情的時候 也是雙重標準啊 你比如說美國 美國對於如果今天要什麼 加州獨立哪裡獨立的 美國完全直接認可 武力鎮壓美國都可以接受啊 最近才看到西班牙和加泰隆尼亞的事件嘛 也包括土耳其它鎮壓庫德組的獨立 我想西方國家有的時候也很雙標啦 你說香港現在有各種去砸地鐵 又是機場癱瘓 如果在美國的話大家完全不會認為警察執法有什麼問題 可是在香港大家就放大眼鏡 所以我覺得更多其實是對不同制度的一種歧視 就覺得說對於大陸的這種政治制度 先天的覺得它政治不正確 可是如果真的這個制度是普世不能接受 為什麼聯合國又接納大陸代表了中國 而且大陸在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 在各種的經貿論壇 各種的重要聯合國的組織都是很重要的成員國啊 所以你絕對應該要相互尊重 增進理解 不要先入為主就認為這個制度 一定是先天不好 那大陸也表達說 我也不去改變你台灣的制度嘛 因為過去這麼多年了 如果上訴到馬關條約以來 台灣和大陸長期是 生活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底下 所以大陸也知道這個事實 所以他說一國兩制 還是保留你自己的生活制度